兄弟们 看来我们赢定了 对啊老大 COVID-19病毒已经被我们打到怕啦 是啊老大 他们超老爷的 弱爆了 欸COVID 什么 你们还不投降啊 什么 你确定你们赢了 老大 来给他们上一课吧 说 是谁想要好好的上一课呢 想不想常常雕大的威力呢 不要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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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啦老三 谁都不惹偏偏惹雕大 我想啦 大哥 大哥 我们该怎么办 没事啊兄弟们 不要怕 我们还有秘密武器啊 那就是 加强阵 Hello大家好 我是Jason妙技师 我们还没有输 这场战争 谁赢谁输 还不一定 虽然现在 雕大变种 到处在作怪 疫苗的保护效果 也没有当初的强 但是 我们还有机会 反败为胜 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 加强症 那什么是加强症呢 真如其名 就是来加强 你对抗COVID-19病毒的能力 给你的免疫系统来个 POWER啊 为什么已经接种疫苗 还需要再加强呢 难道两针还不够吗 其实是因为我们接种疫苗过后 身体里的抗体还是会随着时间 慢慢的减少 特别是在第六个月后 抗体的水平就会有很明显的下降 再加上现在新冠病毒一直在偷偷的变强 比如目前最厉害的BOSS 掉大变种 疫苗对抗它都开始有点吃力了 所以目前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注射加强症 以色列是全球第一个国家 在八月初就已经注射辉瑞加强症 现在开始第四针了 那根据当地的临床试验报告 60岁以上的人在接种加强症后 感染COVID的风险就降低了11倍 还有得到严重症状的风险更是降低了20倍 至于科兴疫苗Sinovac 在智利已经有14万人接种了Sinovac加强症 他们的卫生部就指出 在接种14天过后呢 加强症对有症状病人的保护效果 也从56%上升到80.2% 那AJ疫苗也不落后哦 研究数据显示它的加强症呢 也能够提高身体的抗体至少2倍 所以加强症的确是有效果哦 不会让你我白白的受苦 好说完了加强症的好 那现在就来说一下它的副作用 是不是会一针比一针更严重呢 其实那天10月14号 我注射辉瑞加强症的时候呢 也是心里有点怕怕的 毕竟Sinovac先开始嘛 我们医护的前线人 又是其中的第一批VIP 其实就是白老鼠啦 可是政府也没有强迫啦 我们都是自愿的 毕竟我要先保护好自己 然后才能够为人民服务吧 也太伟大了吧 好 言归症状 其实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就跟前两针一样 最常见的副作用呢 就是疲劳发烧和手臂症痛 很少很少会有严重的副作用 那我本身呢 除了头痛和肌肉症痛以外呢 就是会变得特别爱睡 特别爱吃 和特别会抱青春痘 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接种加强针呢 普通健康的人暂时还不需要 我国马来西亚的政策呢 是让已经完成疫苗接种6个月后的 60岁以上老年人和前线人员先接种 老年人得到优先呢 是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本来就比较弱 所以呢年龄越大 COVID-19重病的风险就越高 如果再加上有基础疾病的话呢 风险更加高 目前沙拉瓦的医护前线人员 已经开始注射辉瑞的加强针 接下来呢 就会轮到其他的前线人员 过后就开始给老年人注射 这就是目前的计划 所以你们需要多留意一下 你们的MySechatira Apps 若是你们符合资格的话呢 都会陆陆续续的在APP里收到消息 或者PPV 疫苗接种中心的电话 那你们可能会问 如果我之前接种的是Sinovac 或者是AZ的话呢 那该怎么办 是不是也是接受辉瑞的加强针呢 目前只有辉瑞疫苗的接种者 可以先注射辉瑞的加强针 那Sinovac和AZ呢 还需要先等一等 看卫生部是要使用 第一个方式 Mix and Match 也就是混合不同类型的疫苗来加强 比如用mRNA疫苗 来加强病毒载体类型的Sinovac或AZ 或者第二个方法 使用一样的疫苗来加强 比如说你是Sinovac的 那你就需要Sinovac的加强针 那我个人觉得 Mix and Match的方式会比较好 因为混合不同类型的疫苗呢 可以给免疫系统 多一种识别病毒的方法 它就好像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 看同一张COVID-19病毒的照片 让免疫细胞呢能够更好的记住 病毒这个家伙 诶 这个新的方法呢 在很多国家进行的临床实验里呢 已经证实有效 而且也没有任何严重的不良反应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 加强针与额外针 也就是第三针 是有区别的哦 第三针是给免疫功能低下人群的额外疫苗 它们呢是因为某种严重的疾病啊 或者因为接受某种治疗而导致免疫系统比较弱 所以不能够像其他人一样接种两剂 就能够对疫苗产生足够强大的免疫防疫 因此呢它们需要在28天过后呢 再额外多打一剂 好对抗疫情仍仍有责 若是你收到消息可以注射加强针的话呢 接受罢了 诶 任担心你看我都没事 我可以感觉到我里面充满了看体 Super healthy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Jason黎的药剂师 我们下期见